腾讯体育10月16日训,曾经在骑士队担任过训练师的阿利克斯·摩尔,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说,当年欧文和勒布朗·詹姆斯同在骑士队效力的时候, 欧文离开骑士之前,他并为与詹姆斯发生过争吵,欧文之所以想要离开骑士,只是因为他的目标和方向与詹姆斯不同而已,NBA新赛季观战指南,联盟区变勇士能否三连冠? 欧文与詹姆斯·詹姆斯在热火队赢得两次总冠军之后,于2014年重返骑士队,欧文是詹姆斯在热火效力期间, 被骑士队在学秀大会上挑战的球员,他们两人后来联手于2016年夺得NBA总冠军。 最近几个月有报道称,欧文与詹姆斯分手,主要是因为两人关系不合。 不过,训练师摩尔今天针对此事站出来辟谣称,那完全是媒体炒作,事实上欧文和詹姆斯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合,詹姆斯与欧文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争吵, 我觉得那更多是媒体炒作的结果。 摩尔说道,当时骑士被更衣式的氛围总体上是不错的,欧文只是想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而已。 摩尔认为,詹姆斯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队友,詹姆斯回来之后,整个球队的氛围都发生了改变,球队的重心调整为争取总冠军。 摩尔说道,詹姆斯是一名那么有职业精神的球员,他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名运动员,一旦他回来,骑士队就像是一步好车找到好司机的感觉。 他在,拎着大家前进,无论场上场下,詹姆斯都是个优秀的模板,每个人都对他所做的事尽太有加。 队里拥有詹姆斯这个球员是很棒的一件事,篮球比赛是需要超级巨星的,因为每队只有五名球员。 大家看看最近两年的NBA历史,看看赢得总冠军的球队组成情况,你就知道,想要渡挂就必须要有大牌球员。 詹姆斯是一名优秀队友,他可能是至今为止最优秀的球员,魏恒。 是一名优秀队友,魏恒。